我們今天畫一個圓 它都是一個 單色系的一個圓 但是我們要畫出它的明暗 畫出它的明暗 那我簡單的解釋一下說圓 如果這是一個圓 那光線哪邊哪邊是自己決定的 像這張照片的話那光線是從這邊來 而且那光線比較亂 那也不是比較亂啦 因為它這個是塑膠球 你如果是那種撞球的話很圓 它的亮點可能就在這裡 因為這塑膠球Y798 亮點就亂七八糟 不過造型都一樣 造型都差不多 好啦 那如果光線是從這邊來的話 從這邊來我們圓的亮點大概是這樣 它的那個明暗的感覺大概是這樣 那這樣 那就是最亮的 2 3 4 5 6 這可能是反光啊 反光 那最暗的地方在這邊 最暗的地方在這邊 那我現在就畫一個給你們看 你要選一個顏色啊 你可以選 反正就這幾個顏色 你要從這邊開始練習也可以 那我就先選藍色的 可以削尖一點沒關係 要削尖一點沒關係 那就畫個圓 不用畫太大沒關係 你可以先從右邊開始練習 圓在畫比較累一點點 多多練習 好 那畫好了之後 亮點 亮點在這邊 那我們不管 我們就直接先打 都有橡皮擦喔 因為如果照著弧形來畫 會比較累 那我們先打這樣子 那在畫的時候啊 你一直畫一直畫 他的筆會斜掉 那你要稍微轉一下 稍微轉一下 就平均一點點 低層的用 的那個力道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你們的紙會比較好畫 我這個是素描 我這個是影印紙 比較滑一點點 好那第一層完了 就這樣 再來 你就可以轉 完就可以轉 因為亮的地方在這邊 你先這樣子轉 亮的地方你到那邊 輕一點沒關係 然後 右下方 這個啊如果在 漫畫裡面 漫畫裡面來講的話 像這樣子 左一條 右一條 這個叫做 就是影子 陰影 一條一條的壓上去 我们叫咖嚼,你看是几个咖嚼啊,两个咖嚼这样 好,像旁边也觉得很乱的话,等一下最后再慢慢修 然后可以用橡皮擦把它擦干净了,没关系 好,第二层,然后再来 哦,慢慢的哦,这边又加深了 嗯,嗯,嗯 就這樣一直畫 一邊畫的畫一邊小 那邊可能稍微用力一點點 那邊可能稍微輕一點點 一邊畫的話就一邊修形狀 看看有沒有正 因為左右左右一直畫 它就會越來越深 就單單一個延伸才會越來越深 那你速度畫慢一點的話 線條就不會那麼清楚 每個畫很密很密 但用的力道也就自己控制 慢慢慢慢加 這邊的聲 再加深一點點 然後修一修 那有時候畫一畫就可以 大概拿遠點看看 容易比較暗還是有點亂 就慢慢再修 像這樣子啊 畫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如果想說 再把它加深一點點 那你覺得說 我們這支筆感覺好像不太夠 你就可以再拿另外一支深一點點 同色系的哦 藍色就藍色 黃色就黃色 那橡皮擦的話 最後可以用 我們這邊這邊 我們這邊這邊 可以把它擦亮 把它擦亮一點點 然後那個外型啊 稍微修飾一下也可以 我再加深一點點 再拿一支深一點點 然後把它補 餅乾淨 對 好 謝謝 我來 我要再用一次 大概就这样子 就这样慢慢加 现在这个比较暗的 我现在是练习这边给你们看 如果你觉得那边更暗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很用力 不是很用力 就是可以把它那个设定要再加重一点 把它加进去 那影子的话 这边是都黑的 看你要怎么样 这里有影子在这边 这个的话就纯粹就是练习 大概就这样明中暗到这边 最暗在这边 可以一直玩下去 你会一直画下去 越画越暗越画越暗 看你要画到什么样的程度 只要就是用这个交叉的方式去画 交叉方式去画把它夹暗就对了 这样慢慢夹暗 然后这边我刚刚有练一个 这个是练习这个的 然后这个是绝盖 就这样子两个 那你们自己就练练看 一个一个慢慢练 OK就先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